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的颜值和演技再度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网友纷纷感叹 许凯这是要爆火的节奏啊 接下来 我们关注一下44岁董杰的现状 董杰和潘岳明离婚12年 两人的发展截然不同 最近 董杰晒出了和15岁儿子鼎鼎 在日本旅游的视频 母子俩的互动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特别是鼎鼎的一头长发和文艺气质 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 我们来看看暑期档的剧集大战 《白夜追凶2》和《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都在7月上线 由爱腾盲四大平台 纷纷推出重磅剧集 争夺观众的眼球 悬疑探案 古装爱情 各种题材应有尽有 真是让人看不过来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文 巨小鱼 徐凯这个名字在2023年末至2024年初的影视圈里频频出现 徐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沿袭攻略》中的复查复衡 这个角色不仅让他赢得了最帅侍卫的称号 还让他迅速击身一线小生 2023年底 他与景田合作的古装爱情剧《乐·游园》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徐凯与景田的配搭被称为颜值天花板 徐凯的见眉星目与景田的美丽大气相得益彰 令观众大呼过瘾 徐凯在《乐·游园》中展现了细腻的演技 网友们纷纷表示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21岁以模特身份出道的徐凯 非科班出身 但在影视圈中摸爬滚打了八年 终于在2024年迎来了爆发 短短半年时间 他主演了三部大男主热剧 分别是古装玄幻剧《奇金招》 都市情感剧《成欢记》 和与谭松韵搭档的《你比星光美丽》 在《奇金招》中 徐凯艺人分饰两角 展现了极高的表演功力 在《成欢记》中 他与杨子搭档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而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他的多变形象和出色表现 更是圈粉无数 尤其是徐凯 在剧中时而霸气侧漏 时而娇羞 可爱的表现 让观众直呼徐凯你好会啊 徐凯的爆火并非偶然 除了三部热剧的成功 他还有多部新剧 在筹备中 如《紫叶龟》和《火场追凶》 这些剧集不仅展示了徐凯的多样角色 塑造能力 也让他在影视圈中站稳了脚跟 徐凯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努力和坚持 虽然红靠捧 大红靠命 但徐凯的实力和天赋 无疑是他走向爆红快车道的重要因素 观众们也期待他能接到更多好剧本 成就更好的自己 腾讯 董洁与潘月明 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 如今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董洁刚刚晒出了 与15岁儿子鼎鼎 在日本旅游的视频 鼎鼎的帅气 与文艺气质引人注目 而董洁则显得更加瘦削 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 董洁在金粉世家中的清新自然美 依然令人怀念 但现实中的 他已经44岁 经历了婚姻的波折和事业的起伏 虽然董洁出演了一些亮眼的配角 但他的口碑 因王大志事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 潘月明的事业则蒸蒸日上 凭借《白夜追凶》和《鬼吹灯》系列 潘月明不仅奠定了书圈顶流的地位 还展示了出色的演技 潘月明的江湖气息 和历经世事的随性 让他在内渔中独树一帜 如今的潘月明 已经成为内渔中不可替代的终生代演员 而董洁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两人的发展轨迹 不禁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 腾讯 暑期档的影视大战 已经打响 各大平台纷纷推出重磅剧集 腾讯的《长相思二》 爱奇艺的《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和《优酷的少年》 《白马醉春风》都备受期待 《长相思二》 延续了前作的热度 杨子与多位男主的复杂情感纠葛 让观众欲罢不能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则继续讲述苏无名 和卢凌峰的探案故事 诡异的案件和紧张的剧情 让人欲罢不能 《少年白马醉春风》 作为《少年歌行》的前传 讲述了其父辈的江湖往事 武侠群相剧的魅力依旧 此外 《爱奇艺的错位》 《优酷的乌云之上》 和《白夜破晓》 也备受关注 《错位》改编自松本清章的小说 由马依丽和佟大为主演 悬疑与爱情交织 《乌云之上》 则由孙丽和罗进主演 讲述女警官 在调查碎尸案时的惊险经历 《白夜破晓》 更是《白夜追凶》的续集 潘岳明和王龙正的回归 让粉丝们翘首以待 暑期档的剧集《百花齐放》 无论是古装 现代还是悬疑题材 都为观众带来了 精彩分成的官剧体验 腾讯 赵亮 这位曾在《康熙威福斯访记》中 饰演机智憨厚的太监 三德子的演员 近年来却选择了远离荧幕 投身到养鸡事业中 他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军人家庭 从小就展现出表演天赋 最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并在1994年登上春晚 然而 尽管他在影视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他并未止步于此 汶川地震后 他决定帮助家乡重建 选择了养鸡作为突破口 尽管起初遇到诸多困难 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终成为了养鸡专家 甚至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预风甲 帮助了许多乡亲摆脱贫困 腾讯 谢苗 这位曾经在李连杰电影中 饰演其儿子的童星 如今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早在1993年 年仅9岁的谢苗 就因出色的武术天赋 被导演王晶看重 出演了新少林舞祖 尽管他在童年时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母亲为了他的学业 决定让他暂停演艺事业 回到校园 然而谢苗始终无法放下 对演戏的热爱 最终在2006年 凭借《少林四传奇》 重返娱乐圈 近年来 他在网络大电影中 展露头角 特别是2022年的《目中无人》 让他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虽然他曾被冠以 李连杰儿子的称号 但他始终努力 在演艺事业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经济日报 英华女学校的刘赫悠 成为了今年香港中学文凭室 DSE的唯一超级女状元 她在中文 英文 数学 生物 化学 历史及数学延伸 部分单元1 M1 均取得了5的成绩 令人惊讶的是 刘赫悠从未参加过任何补习班 而是靠着高度的自律 和刻苦学习 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 她表示 良好的时间管理和对学习的热爱 是她成功的关键 刘赫悠计划 未来从一 目前正在考虑 留港或到英国继续深造 她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为学校和家庭带来了荣誉 腾讯 2024年的上半年 国产剧的作品数量众多 类型多样 且精彩分成 比如年初的繁华 以及引起全网热议的玫瑰的故事 其中 《南来北往》作为一部年代剧 虽然比不上父母爱情和人世间 但凭借郑小龙的指导和白静廷 丁永代等实力演员的加盟 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剧中的角色设定真是丰满 尤其是江言饰演的姚玉玲 凭借其热情洋溢的性格和独特的美感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危暗之火》则是优酷白夜剧场的首部立作 以悬疑题材开局 童谣饰演的南亚因家暴误杀丈夫的故事引人入胜 剧作不仅深刻探讨了女性在偏远地区的困境 还通过高能的镜头语言和紧凑的剧情 成为2024年悬疑剧中的佳作 玫瑰的故事由刘亦菲主演 讲述了当代女性跨越20余年的成长与蜕变 虽然剧情略显玛丽苏 但凭借刘亦菲的颜值和演技 以及一众优秀配角的表现成为了上半年的爆款剧 腾讯 马依丽登上ELLE杂志八月刊封面 标志性短发和内联笃定的气场 在胶片质感的摄影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在《繁花》和《我的阿乐泰》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而目前正在热播的错位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马依丽的作品总是能带给观众深刻的印象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了故事感和电影感 无论是《繁花》中的细腻表达 还是《我的阿乐泰》中对新疆风光的展示 都让观众对她的作品充满了期待和喜爱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角色的呈现 更是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刻理解和表达 腾讯 老牌天王刘德华的今天 Is the Day巡回演唱会 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正式开启 场场爆满 票价从780元到2580元不等 有粉丝甚至愿意花大几万吨白酒 只为看演唱会 杨和作为全程赞助商 通过购酒赠票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粉丝 成功撬动了上亿元的销售额 这种白酒家演唱会的模式 不仅扩大了品牌声量 也精准转化了高净值客户群 九起扎堆演唱会的背后 是对演出市场和消费人群的精准把握 老牌艺人如刘德华 张信哲等 成为九起的首选合作对象 而啤酒品牌则更多选择音乐节 通过快闪电和体验电等方式进行品牌曝光 无论是白酒还是啤酒 演出市场都成为了品牌营销的重要渠道 带动了市场的复苏和回暖 联合新闻网 韩国大事女团 即IDLE的台湾成员叶书华近日 因与男星柯震东的互动引发粉丝热议 叶书华在参加代言活动时 恰巧遇到柯震东的生日派对 两人还留下合照 柯震东在叶书华发布新歌歌词 Hey I love you 的贴文下留言 引发粉丝不满认为他在搞暧昧 纷纷留言谩骂 书华的经纪公司否认恋情后 书华在IG限动发文 表达对外界恶意的无奈 并提醒大家珍惜自我价值 柯震东则在活动中回应称 只是路过留言 若造成困扰表示歉意 星岛日报 卢汉亭 Anson Lo推出新歌 Hey Hey OK 充满夏日欢乐氛围 他表示一直想推出一首夏天风格的歌曲 之前的作品多维暗黑情歌 这次希望带来不同感觉 MV在冲绳拍摄 Anson Lo展示了强壮手臂 并享受了一次夏日快闪旅行 他回忆起童年在海边玩的时光 还初次体验了水上滑板 虽然镜头前很有型 但镜头外险些帆船 拍摄过程相当搞笑 最辛苦的是化妆 因为他大汗淋漓 粉丝还给他起了刘汉亭的绰号 腾讯 2024巴黎奥运会 惠惠自揭晓以来 被许多中国网友认为 与主持人陈鲁裕相似 惠惠由金牌 火焰和法国象征 马利安娜组成 陈鲁裕也在视频中 幽默回应称自己都被洗脑了 他作为某品牌的巴黎观赛大使 玩起了撞脸梗 网友纷纷留言调侃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 就再也出不来了 甚至幻想 LOGO会说话 调侃气氛轻松愉快 星岛日报报道 TVB女主播兼主持赖燕鱼 在书展星岛集团 摊位为新书 治愈哲学Vilosophy 举行签书会 圈中好友李隆基 知库一级黄洛言 前来支持 赖燕鱼透露 新书筹备时间 仅几个月 曾想放弃 但在团队的帮助下完成 他希望新书能给李隆基 正在服刑的未婚妻正能量 知库一则在传讯息 慰问龙婷后 表示会送赖燕鱼的新书给他 希望能帮助他度过情绪低谷 李隆基提到 与女儿出街被误会的事件 孝颜事先提醒女儿 可能会被拍 但仍感到意外 星岛日报报道 韩国新一代男神编佑西音保镖 在仁川机场的过分行为引发争议 警方已开始调查 保镖公司考虑对涉案保镖 提出刑法罪名 边佑西在香港机场返韩时 未有保镖跟随 仅有韩国经理人 及见面会主办方工作人员陪同 并行秘密通道离开 到达韩国后 他未对事件做回应 仅低调鞠躬离去 保镖公司多次致歉 但仍未能平息民愤 网民爆料指 保镖阻止其他乘客 使用贵宾室 并检查护照和登机证 引发重怒 边佑西经理人公司 呼吁粉丝 注意安全 建立更成熟的粉丝文化 星岛日报报道 Marvel新作 死士与狼人男主角 赖恩雷诺士 和小智基曼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继续进行世界巡回宣传 公然展现兄弟情 赖恩甚至磨小智的大臂 两人还与巴西足球明星 大卫路易斯和佩德罗 一起进行迷你足球训练 赖恩在球场上为小智打气 此外 赖恩曾探望的加拿大同心 网红Bella Thompson 于14日离世 中年10岁 她一出生 就被诊断出 患有多种疾病 但其母亲凯拉 Thompson 通过社交网记录女儿 住院过程 吸引超过700万粉丝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这个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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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